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来开一个 Unfathomobile 这个名字非常难念 克苏鲁背景的 这个占星的重制版 就是这个 Battle Star Galactica的 这个重制版 我们赶紧来看看 这个占星呢 我们从来没有玩过 正是借这个机会 等于是补票上车 正好我们也是 对这个克苏鲁神话 还是有一定的兴趣 我们来看看这个 说明书吧 这一本是教你如何去玩 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有点朴素 这个说明书 是这个配色的原因 然后这一个呢 是FFG 一般都自在这种速查本 就是有什么东西 你可以去速查 就查这 好 那么这边呢 是一块M板 想必就是人物的例会了 这边还有一个主板图 这个内衬都挺大 排 哦 这里 这里面有很多这个模型 在这边 那么这边就没啥了 就这么多 那我们来看看这里面东西吧 先看这个版图吧 以及这个M板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游戏的版图 还是非常的大的 可以看到上半部分 是这么一艘船 然后有放卡牌的这种位置 然后下半部分呢 应该是内衩下半部分 这是上半部分 这还可以放卡牌 一些标记物 还有这边居然有这种 四个像是指示 轮盘的这种感觉 待会应该要给它装上 那么 这边有这种轮盘的扣 我们就找到那个轮盘 给它安上 那么既然如此 我们先把它放旁边 赶紧开别的 应该是这个 这是它第二块M板 好的 好的 我们把这四个指示 给它按下来 还是给它给按上吧 但我在想说 你这样按上之后呢 是不是每次 这个版图不太好放啊 尝试一下 还是非常的紧的这个转轮 好 那么这样的话 这四个转轮就给它放好了 那么可以看到 很常规的这个转轮操作 那么同时也看看 我们把它叠起来之后 会不会影响这个摆放 是不会的 因为它正好在最上面 所以影响不大 好 那么我们把剩下这些M板 给按出来 这些明显就是利绘嘛 拉进来看吧 可以看到这些都是它的利绘 然后还有一些 额外的这种标记物 像这个船啊 像是一个密法标记 然后还有一个这种舵的标记 唯一的一块M板 同时还有这个购买证明 那么这样的话 它这门东西就开完了 像这个紫色的 像是某种标记物嘛 它一般来说 可以卡在这个底座上 这个样子 我们来看看它这里面的 这些迷你吧 这一坨好像全是一样的呀 一个海怪模型 好 那么这就是一堆小弟的意思 那么先放回去吧 光虫配件上来说 是比较朴素的呀 老FFG了 我们来再看这两个大海怪迷你 这两个好像都不太一样 感觉一个是中型大小 一个是更大 来大家看看 那么这样的话 它里面的迷你 我们也全部看完了 也就是说我们剩下能看的 就只有这么三个牌 这三个牌我们先来看这个最大的吧 这么几张牌 感觉有点像是小抄 这个有六张 所以是一个六人玩的游戏 是的 三到六人 六张小抄纸 好像感觉这后面还有其他的小抄纸 其他这个怪物的这个小抄纸 就只有三张 这些应该是我们刚刚这些可选人物的人物版 双面的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总共有那么十个可选的人物 好 那么这一罗我们也看完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中的大小这个牌 然后这边有两张也像是小抄纸一样的牌 就有什么Captain还有Keeper of Tomb 反正这两张牌 我先把它们按到牌背分一分 就只有这两种牌背 那我们先看这个少一点的 Human 这个感觉应该是你的身份牌 你有这个人类 半人类 还有这个邪教徒 这么不同的身份 然后这边感觉就是一些奇奇怪怪的 这么一些效果牌吧 下面有不同这种标记 有字 但是却没有画 这个以FFG这种看画的这个标准来说 好像画并没有很多 好了 那么这样的话 它的这一摞主要的牌我们就看完了 然后这边最后一摞牌 我们来看看 这是一种 两种 三种 四种 五种 剩下的都是一样的 那么来一个一个看 这个感觉像是人物牌 或者说人物特殊道具牌 这本书像是法术牌 这边都是感觉各种法术的样子 然后这边有个行李 应该就是道具牌啊 感觉 是的 这就是有画的道具牌 看这个东西 这个是啥呢 这不知道 像是某种地点 每个都是 还是天气 然后这边还有这个像这个像是事件牌 最多的这一摞我们来看看 这个感觉有很多牌都差不多 反正有可能像是手牌的样子 左上角不同的这种符号 做不同的判定 这就感觉非常的 那个克苏鲁 好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unfathomable 就开完了 我们也会尽快找时间去开 然后我们开完也会第一时间在咱们去聊 那我们咱们在咱里面见 拜拜